吃了这个鸡你可就开不了车了 烤醉鸡 酒香浓郁 又嫩多汁 用的是童子鸡 先处理一下 鸡油和屁股都去掉 去鸡爪的时候要稍微流长一些 这样烤出来好看 把鸡给破开 掰一下呢会更加平整 里面的血块内脏都要再清洗一下 然后再擦干表面的水分 方便入味 风味独特的秘诀呢就是这瓶糟鸡 糟鸡我们一般用来泡凉菜 咸淡啊香腥味都在里面 再来一些绍兴黄酒 更醉了 倒白糖融化就可以了 把鸡塞入密封袋里 加入姜片葱结和八角 再倒入准备好的糟鸡 腌制三个小时以上 我一般的是放过夜的 更入味更好吃 第二天取出来擦干表面的水分 然后晾在通风处 把鸡的表皮晾干 这一步很重要 不然呢水分很大 烤不香脆 晾干后用锡纸包裹住 鸡翅签和鸡腿关节 放到预热的烤箱里 180度15分钟 等待的过程 调一个刷表皮的蜜汁 生抽麦芽糖 自烤鸡肉就差不多已经熟了 这次买的鸡的品质也很好 再给鸡皮的表面涂上蜜汁 220度再烤10分钟 烤醉鸡就做好了 颜色非常诱人 你们我摸到香味啊 满屋子都是酒香 自己吃就不用切了 直接撕一个大鸡腿 汁水特别多 这个给你要不要 鸡肉吃起来很嫩很紧实 鸡皮香香的 特别是酒的香味 你肯定没有吃过这样的烤鸡 一定要试试